顺丹银银银鱼有很多种方法 今天我又选用一种不用豉油的 蒸鱼叫鹽油 蒸鱼我们准备的食材 一条鱼白贝和鹤虾 今天我就选用了顺酷鱼 首先将汤干净的鱼 用多在肚里面 在骨两边辣开鱼 再将骨开四段 这样裹出来的鱼 让它稠好均匀 每一个部位都同时间熟 接着将汤好的鱼 加入鱼和生粉 散透它 然后用清水 洗干净鱼 熟干水 备用 好了 到这个菜的最重要一个步骤 跳过鱼油 首先 加入生鱼 接着 加入鱼 鱼的重点也不好 因为没有时间 接着加入少少生粉 不太多 夹匀之后 将熟好的鱼 放入鱼 落均匀 让它每一个部位都能够吸收鱼油 接着 将葱放入盘子里 然后将荷米的鱼放上去 葱就可以增香辟色 也可以捞起鱼 让鱼在底下能够透过 鱼就在最短时间熟了 接着 我们将白贝和荷虾放入鱼的边皮 白贝的水 增加鱼的鲜甜味 荷虾也增加鱼的清甜 最后 我们放入果皮丝和姜丝 在鱼的棉袋 等水烧滚之后 我们将鱼放上去 盖盖 大火蒸完五分钟 就可以了 将酱葱丝放上棉袋 烧热滚油 倒下它 这样拿来 厌有蒸鱼 就完整了 这样蒸出来的鱼 就突出了 顺德菜的精彩 清爽 嫩 滑 鲜 蒸 蒸 蒸 6 4 9 9 9 1 2